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占卜的题目是 最近有没有人暗恋你呢? 如果有人暗恋你的话 那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如果说最近没有人暗恋你的话 那之后会不会有人爱上你 偷偷暗恋你呢? 我们今天都会用这个占卜告诉大家哦 好的,我们一样在画面上会看到四种宝石座 我们今天选择的一个代表 第一种呢,是青金石 好的 第二种呢,是天空蓝方解石 第三种呢,是绿色的草莓金 好 最后一种呢,是东灵狱 好 现在呢,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神呼吸三次 相呼吸完了之后 请想着你自己 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最近我身边有人偷偷在暗恋我吗? 想好了之后 睁开你的眼睛 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直觉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择你的esy 10% 选择好吗? 选好了吗 选好了之后 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清金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清金时的朋友们 Yatimis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 懂得我的频道 支持一下我这个节目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到清金时的朋友们 最近有没有人暗恋你哦 好我们看到最左边这三张牌呢 代表是前一段时间开始 是不是就有人一直暗恋你 那中间这六张是现在的情况 未来这三张呢 后面这三张是未来的情形哦 好的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保健五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魔术师的正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 钱币石的一个逆位哦 这三张牌呢 其实代表着在过去一段时间 就有人对你开始有一些兴趣 但是那个兴趣可能比较 偏向是朋友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了 第一张牌叫做保健五的逆位哦 保健五的逆位加上 魔术师的正位 其实讲到一件事就是这个人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他觉得有点孤单 他需要朋友 然后他又觉得你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所以就开始接近你和你有一些互动 而且我们这边还看到 钱币石的逆位 这代表这个人 其实在当时 跟你互动 接近认识你的那个当下 他其实是有一点 他身边可能充满着不安全的感觉 或者是 他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 让他可能需要有一个人依靠 所以你的出现 或者是认识你之后 对他来说 可以说是 让他的生命当中 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也让他生命当中 多了更多的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 从之前开始 这个人似乎 就是因为这样 对你开始有好感 我觉得这个人 持续是对你有很多好感的哦 我们这边看到了 中间现在这张牌 六张牌哦 这六张牌 第一张牌呢 是 圣杯六的正位 第二张牌是 倒掉人牌的逆位 第三张牌呢 我们还看到了 力量牌的正位 这三张牌 其实讲到了几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讯息 就是 他其实一直在跟你分享 他的一个感受啊 心情啊 他觉得你可以带给他温暖 而且他也愿意听你讲你的事情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 而且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越来越喜欢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力量牌 加上倒掉人牌的逆位 有时候是 他自己其实有感受到一件事情是 他对你是越来越 就是心中有很多的一些冲动 或是激动 可是他也很努力的去维持一个 我们现在当朋友就好的一个感觉 因为 他还蛮享受跟你互动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慢慢发现到 他自己是还蛮喜欢你的 可是呢 我们这边看到了死神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了 钱币九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了 权杖三的逆位 这三张牌要放在一起 做一个解释的讯息 为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死神牌的逆位 加权杖三的逆位啦 简单来说就是 他一直都没有信心 你会喜欢他 最重要的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他才会走一个暗恋 偷偷喜欢你的路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觉得他不够好 而且你不会选择他 你不会喜欢他 他就是没有那个自信 他的心底面心底 就觉得自己 不是你的菜 然后你可能也不会喜欢他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还看到钱币九 钱币九代表的是 这个人觉得 他可能需要去 把自己做得更好 多赚一点钱 或者是把自己弄得更棒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你才会爱上他 你才会喜欢他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很享受跟你互动 但是又很 我觉得是有点自卑的人啦 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三张牌 那未来他会不会主动一点 会直接一点 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呢 我觉得是会的哦 未来两三个月后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这张牌叫做 国圣北尔的正位 这张牌是钱币二的逆位 还有世界牌 我觉得他自己可能在某个方面上 他会想通 或者是他自己真的走 当自己又upgrade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他觉得自己变得更棒了 他有信心的 他就会直接让你知道 他是喜欢你的 而且会很清楚 他就明快的让你 明白他是喜欢你的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我觉得他很专情的一件事是 我们这边看到 钱币二的逆位 跟圣北二的正位 这两张牌其实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一个讯息是 他只喜欢你一个人 而且他是属于长久 一直努力下去的 这种专情的人 世界牌其实很清楚的 就是他很明显的想要 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从朋友变成 也许情侣 或者是他觉得你可能就是他这一生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要跟你结婚之类的 世界牌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会进展到一个更好的 一个环境或一个境界 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变得更加的好 更加的幸福快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有心 而且他很清楚 你可能是他人生当中 很难遇见第二个的好对象 所以我觉得他之后 就是未来 可能两三个月后 他就会变得非常的积极 但是他自己有一个关卡要过 就是他自己要先走过 自己自卑的那个关卡啦 好的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叫做Wish Upon a Star 如果你希望这个人 可以更认真积极一点 或者是更清楚的 让你知道是谁的话 不妨跟上天许愿 跟星星许愿 或者是你有宗教信仰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去拜月老 问一下月老是不是谁 去拨拨一下等等之类的 总之呢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许个月 你的愿望会更快实现 第二张牌就是 You will know in the morning 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 或许想过你脑内的 第一个念头 是某个人的时候 你就去找他 或许他不是那个暗恋的人 或许他不是那个暗恋你的人 但是他可能会是 带着你去 知道谁暗恋你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 其实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 最后Try something new 这宇宙在告诉你 最近这段时间 你可以去做一些 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是你一直很想做 但是你不敢做的事情 做的这些事情之后 或许你会变得更有魅力 而且也或许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这个人会发现 其实 他是你的菜哦 所以 这件事情 去做一些 你以前不会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没有试过的事情 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挑战 但是会对你有很多正面的帮助 好就是选择到青金石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如果你是选择到天空蓝方解石的朋友们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天空蓝方解石的朋友们 雅天迷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 donate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的 那前三张牌代表的是 过去一段时间 有没有人偷偷的喜欢你 还有可能原因是为什么 中间这六张牌是现在的情况 后面这三张是未来哦 好我们先来看看前三张 第一张牌呢是 圣杯国王的正位 第二张牌是 钱币石的逆位 第三张牌是 圣杯七的逆位 这三张牌讲到 之前一段时间 其实有人是偷偷暗恋你的 可是问题是这个人 为什么会是暗恋的路线呢 第一就是 他其实还在摸索自己 为什么喜欢你 圣杯国王代表的是 这个人其实是有意识到 他自己对你是有感情 而且是喜欢你的 而且你带给他的东西 情感的一个内容是很丰富的 他对你其实蛮喜欢 可是他自己有一些疑惑 第一我们这边看到 圣杯七的逆位哦 你似乎并不是属于他之前 比如说他喜欢的类型 因为他心中可能有他自己 的一些条件 可是你好像都不是那么符合 他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对你特别有感觉 第二张牌是 钱币石的逆位 他自己也在思考说 那是不是因为是我最近 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对你产生一些错觉 所以他自己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蛮谨慎的人 他不是一个好像很冲动 一见钟情就冲过去的人 所以他有在观察你 他也在思考 为什么他对你有一些感觉跟喜欢 好的我们来看现在 现在这六张牌 第一张牌是高塔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赢者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世界牌的正位 这三张牌呢 其实代表的是呢 这个原本就偷偷喜欢你的 最近这段时间当中 他的人生当中 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他猛然 发现他自己为什么喜欢你 好 高塔牌的逆位 跟赢者牌的正位 高塔牌的正位 和赢者牌的正位 其实这两张牌 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他自己其实最近 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 突然刺激到他 让他整个人开始想说 为什么我会喜欢你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然后呢 赢者牌的正位代表的一件事情是 这是一个态度 他觉得他 还是要好好的在观察一下 是不是 我是不是真的 如同我想的是这个样子 而世界牌 这张正位告诉我们是 他其实经历过一个 心态的一些转换跟调整之后 他越来越清楚 哦 原来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他喜欢上你 而且他自己越来越确认说 对 他是喜欢你的 而且 你对他来说是一个 不一样的体验 不一样的体会 或者是 原本你可能都不是 他会选择的那种人 但是 他后来发现 其实 你带给他的是一个 不一样的新的感觉 好 我们这边来看到的是 权杖一的逆位 就是权杖王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宝剑皇后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 恋人牌的正位 哦 我觉得这个人 真的很鬼毛 甚至于怀疑 他是不是处女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 我们看到权杖一的逆位 我们看到 宝剑皇后 这个人其实心里面 是属于那种 需要一个 全部通盘的计划 而且他要 把这个计划做到很完美 他才会去实现的那种人 所以我们虽然 最后边看到 恋人牌的正位 可是前面这两张牌 就告诉我们 我认为 最近的他开始 想要追你 或者是想要跟你 拉近更多更多的距离 可是他自己会有一个 很复杂 很仔细 甚至于是 内容很多的计划 所以他会想要 慢慢的慢慢的 跟你把中间的距离 给拉近 他是喜欢你的 我很确定啦 而且他的目标 是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们在那边 看到恋人牌的正位 可是因为他这个计划 可能太龟毛了一点 所以这个时间 可能会拉得比较长 好 我们来看未来这三张牌 最后这三张 我们看到的是 恶魔牌的正位 我们来看到 鱼者牌的正位 我们来看到 战车牌的正位 这三张牌呢 我翻开的时候 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未来两三个月 他后来就豁出去了 现在的他可能 还要保持一些理性 就是他觉得 怕吓到你啊 或者是 我觉得他认识你 可能也还不够深 因为我们看到恶魔牌 跟这张牌 叫做鱼者牌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 就是到了未来两三个月后 他认识你很深了之后 甚至于他会先想说 那不然先上床好了 不然先跟你在床上 把一些事情搞定了之后 看看是不是因为这样更合 因为恶魔牌 其实有时候 就是一种比较肉欲的感觉 而且战车牌 其实也有这种感觉 而且他发现一件事 他似乎可以不用做这么多计划 他只要随他所想的 往前冲就好 所以我们看到战车牌 跟鱼者牌 所以你会发现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人就会开始用 他想要用的各种奇怪的方法 有没有到奇怪 我觉得他可能会勾引你 或者是他会很热情的 想要跟你有很多的一个发展 那就他你喜不喜欢他 但是他的态度会很直接 会让你知道他在追你 这大概就是可能要两三个月之后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是会非常明显的 这个人对你的兴趣 就是一天比一天浓厚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他是处在一个比较鬼毛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这样子 好我们用这个独角兽展布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我们第一张牌看到的是HAPPY SURPRISE 这个人呢 其实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开心的惊喜 这宇宙会告诉你 他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而且有一些事情会突然发生在你身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突然给你一些惊喜 你就开心收下吧 好 Flight 这宇宙会告诉你 看待这个人 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请你用比较光明面的态度去看待 可能刚才翻出这个恶魔牌 这个宇宙有点担心你 会是不是觉得说这个人是坏 其实不是恶魔牌有时候 这张牌其实有时候是跟 比如说如果在感情当中 可能比较偏向肉欲或性的方面 但是这不见得是坏事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床上不合的话也是很容易分手的 所以这个人其实我觉得说不定 他就是一个 希望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恒合 而且现在其实有蛮多人就是先行后爱 这当然就看个人的选择 可是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不管如何 请你用光明面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人 每件事情 不要太负面太消极 最后是Talk about your feelings 如果你不喜欢某种事情或某件事 比如说对方做某件事 让你觉得不能接受 你就告诉他你的感受 我们可以很温和地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太好 或是你也很清楚的告诉他 你这样不可以 这个宇宙在鼓励你把你的感受说出来 因为你要说出你的感受 对方才会知道他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好 就是选择到天空蓝方解释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那天米色的频道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 Donate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哦 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 前三张代表前一段时间 有没有人暗恋你或喜欢你 中间这6张是目前的情况 后面这3张是未来的一个发展 好的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魔术师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战车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倒吊人牌的一个逆位哦 这三张牌代表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你身边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你工作相关 有互相来往的对象 比较不是有感情方面的一个对象 有没有人暗恋你 可能对有人对你有一些想法 但这种想法如果从我们的魔术师 还有战车牌 还有倒吊人的逆位来看的话 他会比较偏向是 想要跟你上床 发生关系的这种几率会比较大 那这部分上面可能你说这算不是要暗恋呢 我觉得至少对你的肉体是有一些兴趣的 可是谈恋爱这件事情 基本上应该是比较没有啦 我们来看现在哦 第一张牌我们看到是权杖三的逆位 我们来看到钱币一 钱币王牌的逆位 还有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力量牌的正位 这三张牌讲到的是 最近其实在你身边 在感情上对你有兴趣的人 其实基本上应该比较没有 都朋友居多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张牌 权杖三的逆位加上钱币一的逆位就代表 其实你身边就是对你有感情上兴趣的人 并不算太多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不能说不能算太多 是基本上应该是没有 然后呢 力量牌的正位这张牌呢 代表的是 呃 这身边跟你交 跟你有互动的一些人呢 大概都把你当成是朋友 而且对方都觉得你是一个 呃 说话算话 而且意志力很强的一个人 有时候比较不会把你往感情方面去想 他觉得你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正义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愚者牌的正位 还有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宝剑骑士的正位 这三张牌就讲到的是 他觉得跟你是一个 很公正客观 然后说话很有道理的人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 这张牌 叫做是正义牌 而愚者牌加上宝剑骑士都代表 你身边的朋友们就是觉得 跟你在一起很自在 你是一个好人 你不会陷害他们 你不会做什么对他们不好的事情 然后如果需要帮忙 可以找你帮忙 所以和你当朋友 是他们人生当中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跟你聊天 你可能讲话又很有趣 所以跟你互动 他们都很开心 但是就是朋友 对 好 我们来看最后这三张牌 那未来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呢 那我们看到星星牌的逆位 我们看到的是全杖一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皇帝牌哦 这个我只能说这叫孤独的皇帝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两三个月内 应该你身边还是不会有人暗恋你 但是 好 我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人暗恋你 不代表没有人会直接告诉你他喜欢你 这是两回事 你懂我意思吗 简单来说就是 可能没有人会暗恋你 但是有可能会有人直接追你 好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直接追你叫做 明明白白的喜欢你 暗恋是不告诉你的那种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有没有人暗恋你 在未来一段时间 没有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星星牌的逆位 我们看到全杖一的逆位 这两张牌其实都代表着 你身边应该没有什么人是偷偷在喜欢你的 也没有什么 比较私底下的那种行动 比如说什么暗中对你好之类都没有 可是最后一张牌我们看到皇帝牌 皇帝牌出现很有趣 它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人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好像有点孤独 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人是偷偷的在喜欢你 但另外一个点是 皇帝牌也有可能代表的是 有人条件很好 而且很明白的告诉你 他喜欢你 他要跟你 他会追求你之类的 那这我就不是暗恋 就是很明白 很直接式的 可能去追你之类的 所以我们从这十二张牌来看 就是我觉得你的个性的关系 所以会造成你身边的人 其实如果喜欢你或者是 对你有想法的话 他们会直接告诉你 没有就是没有 那基本上暗恋是不太 至少牌面上 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看到 有谁是在暗恋你的啦 但是我也讲到过 我们今天问的是 有没有人暗恋你 不是有没有人想追你 这是不一样的题目 塔罗牌题目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 没有人暗恋你 但我觉得未来两三个月 有可能会有人直接追你 或直接告诉你 就是单刀植入 让你知道 他对你有兴趣 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好 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 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 我们看到的是 Love 爱 这宇宙在告诉你 其实爱情 早晚会来到你身边 不用太担心啦 第二张牌 是 You are gifted 这宇宙在告诉你 其实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有没有人喜欢你 其实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然后你也是一个很棒的人 所以其实你会吸引到 更有兴趣的人出现在你身边 所以呢 你就持续好好做你自己就好 最后就是 curiosity 好奇心 有时候如果说 你觉得某个人行动怪怪的话 你就去看看 你的好奇心其实会 更激发你的桃花运 应该是这么说 你的好奇心会让 喜欢你的人 可能你去探寻过之后 对方可能就 诶 你都来问了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吧 也许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好奇心是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哪个人 看起来就怪怪的 你就过去 稍微看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啦 如果你看到某个对你 你看到某个人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 但是对方的态度 可能就是比较平淡一点的话 那可能你就主动一点吧 因为你的好奇心 其实是会引发一些化学效应的 就是说这个宇宙也鼓励 你可以主动一点 好 就是选择到 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你们的占卜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东陵域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选择到东陵域的朋友们 亚提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呢 懂得我的频道 这次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的 这十二张牌呢 前三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 有没有人喜欢你 有没有偷偷的在喜欢你 暗恋你 中间六张是现在的情况 后面三张是未来的情形啊 好 我们来看前三张 第一张牌呢 是宝剑侍卫的正位 第二张牌呢 是皇帝牌的正位 第三张牌呢 是圣杯二的一个逆位啊 这三张牌代表的是呢 过去一段时间 虽然身边有一些朋友 想要跟你有一些互动 那你可能觉得好像 诶 他是不是对我有个想法 但实际上呢 宝剑侍卫跟皇帝牌呢 其实有一点像是 他们就是把你当成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呢 他可能在命令你做某一些事情 或他希望你做某些事情 可是心里面对你有没有感情上的想法呢 我们看到圣杯二的逆位啊 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啦 所以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 应该没有什么人是暗恋你的 而是他们就是把你当成朋友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中间六张牌哦 现在的情况呢 这边有权杖四位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 宝剑果王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恋人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代表的是身边呢 你现在身边的对象当中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是暗恋你的哦 为什么呢 主要是这些人对你 也不够积极不够主动 也没有特别想要去了解你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们对你 没有什么太多感情上的感觉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 全张四位跟宝剑果王的四位 这两张牌其实都讲到就是 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把你当朋友 他并没有在感情方面 想要跟你多分享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想要多了解你一些什么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我刚才说的 恋人牌的逆位代表 他们其实在感情上 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感受 或一个感觉 我们现在还看到月亮牌的一个正位 我们还看到节制牌的正位 还有钱必死的逆位哦 月亮牌的正位跟节制牌的正位 这两张牌代表了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来说都把你当成是 他们内心当中 就是一个可以 比如说把一些心情上不好的地方 可以跟你去聊聊啊 或者是说晚上可能想要出去吃喝玩乐的时候可以找你 他们其实很清楚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你是一个好的朋友 如果想要出去玩或什么都OK 可是坦白说 我们这边看到 钱必死的逆位 有时候可能你过去的感情史 或者是你在面对感情上的一些态度 会让他们觉得说 会让你身边的人觉得 也许目前来说 你还不是一个他们想要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你的 可能你的一些态度 或是一些想法有关系 但你身边的人给你的评价 大概都是正面的 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是好人这样子 而且是一个好玩的人 好那未来会不会有人暗恋你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权杖四位的逆位 权杖五的一个逆位 我们还看到力量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世界牌的逆位 其实从这边我们可以大概看到 就是 力量牌的正位 加上权杖五的一个逆位 代表着 我觉得在未来两三个月的 你还是处于 一个人在努力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 世界牌的逆位也代表的是 你并没有遇到什么 比较新的对象 所以你身边其实 不太容易出现什么暗恋你的人 因为在你身边 大概都跟你已经还蛮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未来两三个月内 其实也不会有暗恋你的人出现 好接下来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heater 我觉得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 你是一个真的是很棒的人 你可以治疗别人内心当中的创伤 或者是伤痛 你是一个很棒的朋友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点上面来看 就是为什么身边的人 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有时候其实多多少少吧 会让你觉得说 那我都在帮助别人 为什么没有人特别喜欢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宇宙在告诉你一件事 你是一个heater 代表你其实在这方面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在你可能对某些人有兴趣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主动一点 而且你要记得 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要学会帮助你自己 当你在告诉别人 比如说你在鼓励别人 可以正面主动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也该鼓励一下你自己哦 好第二张牌就是hello and goodbye 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些对象上面呢 其实这个宇宙在提醒你就是 很多事情会来来去去 然后有时候在感情上这一块 如果比如说目前认识的这些人当中 没有什么对你有兴趣 没关系你可以去认识新朋友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 你可以跟某些人sake by 你也可以去认识某些新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宇宙在鼓励 你可以积极的去认识新的朋友 因为你要认识一批新的朋友 他比较有可能会遇到 对你有兴趣的人 还有我们今天呢 占卜的题目是 有没有人暗电你哦 并不是说有没有人欺负 有没有人会直接追你 会有没有人会喜欢你 这是两回事 暗电代表这个人不敢追你 但是他喜欢你 可是呢 还是有可能会有人 比较直接明显的对你展现爱意哦 所以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去认识新朋友是有机会的 好 最后我们看到 thank for 其实你要对每一个人 怀抱着感谢之意 当你好好的去谢谢你身边的朋友的时候 这些人说不定会因为 因为他们也发现说你可能 很需要一个另外一半 他们可能就会帮你介绍 所以这个宇宙会告诉你 对所有的你身边的朋友们 去怀抱着感谢 这是很重要的事 好 最后是选择到东林雨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